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陷入困境5是什么意思?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,通常适用于配备自动变速器的OBDR车辆。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大众、奥迪、日产、马自达、福特等的车辆。 尽管是通用的,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、品牌、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。 有趣的是,此代码在大众和奥迪汽车上更常见。 当我们驾驶车辆时,大量的模块和计算机会监视和调整大量的组件和系统,以使车辆的运行无缝高效。 在这些组件和系统中,您拥有自动变速器AT。 仅在AT内部,就有无数的运动部件、系统、组件等,可根据驾驶员的需求将变速箱保持在正确的档位。 整件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TCM,变速箱控制模块,它的主要功能是监视、调整和关联不同的值、速度、驾驶员输入等,并为您有效地转移车辆。 鉴于这里的可能性之多,您将要开始,并且很可能会坚持这里的基础知识。 最有可能的是,如果您正在搜索此代码,则您的车辆行驶的并不快。 如果有的话,如果卡在档位或空档,最好在故障修复之前避免开车或试图开车。 假设您陷入了第二档,试图达到高速公路的速度,那么您可能会以超过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。 也就是说,您的引擎将竭尽全力以保持所需的速度。 在这些情况下很可能会损坏发动机。 当ECM,发动机控制模块,检测到自动变速器卡在档位5时,它将点亮CELL,检查发动机灯,并记录代码P073A。 自动变速器档位指示器,此DTC的严重程度如何? 我会说中等偏高。 这些类型的代码需要立即处理。 当然,车辆甚至可能在街上行驶,但是您需要先进行修理,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损坏。 忽略这个时间太长或忽略这些症状。 您实际上可能要花费数千美元。 自动变速器的设计极为复杂,需要适当维护以保持平稳运行。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? P073A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,异常的车速低功率异常的发动机噪音降低的节气门响应有限的车速ATF自动变速箱油泄漏。 车辆下方的红色油液常见的原因是什么? 造成此P073A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,变速箱液压系统阻塞DATF业位低脏ATF不正确的ATF换档电磁铁问题TCM问题接线问题,例如,擦伤、融化、短路、开路等连接器问题,例如,融化、折断、接头腐蚀等。 P073A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?基本步骤已验证您的ATF自动变速箱油的完整性。使用量油尺,如果配备,在车辆行驶和停车时检查AT的高度。此过程在制造商之间差异很大。 就是说,通常可以在仪表板上的维修手册中轻松找到此信息,有时甚至可以在量油尺本身上打印。确保流体清洁且无碎屑。 如果您不记得曾经进行过传输服务,那么最好检查一下我们的记录并相应地为您的传输服务。 您可能会对惊讶的ATF如何影响传输功能感到惊讶。 提示,始终检查平面上的ATF电瓶已获取准确的读数。 确保使用制造商推荐的液体。基本步骤二是否有泄漏。如果您的体液刚好不足,那可能是某个地方。 检查您的车道上是否有油渍或水坑的迹象。谁知道,这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无论哪种方式,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好主意。 基本步骤三检查您的TCM变速箱控制模块是否有损坏。 如果它位于变速箱本身或可能受其影响的任何其他位置,请检查是否有渗水迹象。 无疑,这可能会引起类似这样的问题。外壳或连接器上的任何腐蚀迹象也是问题的好兆头。 基本步骤四如果到目前为止,所有内容都未完成,则取决于OBDR扫描仪的功能,您可以监视齿轮位置并验证功能。 话虽如此,仅凭驾驶性能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您的变速箱是否在变速。您是否将棋铺地板并缓慢地加速加速。 它可能卡在高速档4、5、6、7中。您可以快速加速,但车辆的速度却从未达到您想要的速度吗? 它可能卡在了低速档1、2、3中。 它可能卡在了低速档1、2、3中。